我是鄭明輝 是一名室內設計師兼插畫家 这是我的第一间房子 其实这间房子 它空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每次要设计之前 其实都是刚好遇到屋主的房子要设计 所以我都优先先处理屋主的房子 这里原始只有14坪而已 两房的格局 厨房跟客厅的关系 其实也是被墙面所区隔 梁柱其实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原始格局其实非常机灵的 很多的转角 空间看起来显得狭小 身为室内设计师的鄭明辉 从构思卖房到设计完成 耗时了多年时间 对于小宅所面临的棘手状况 它又是如何化解缺陷 创造空间最大效益呢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各个城市的设计旅店 喜欢疗愈以及放松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会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结合我的第一个住宅案 因为它原始格局是非常机灵的 很多的转角 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转角 做一个空间的配置 小屏树的设计上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 让它有穿透性 以及一个重复性 那所谓重复性就是 让空间其实是有两种机能使用 穿透性的部分主要就是 让它空间其实是有区隔性 但又可以穿透 那也因为这样的设计 所以让小屏树会看起来比较大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室内格线都打掉 然后我们缩减了一房 把厕所跟厨房放在主要空间 就是跟客厅做一个整合 让客厅的空间其实是变大的 后半段私密的空间 就是变成房间跟书房为主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露台的开阔感 所以我把室内的开窗尽量开到最大 那这样也可以让外面的阳光 可以进到空间里面 这一间空间其实是走比较白灰色 那我会希望说加一些 比较沉稳的木皮色 来让空间更稳定 我认为一个空间最重要的就是 厨房跟厕所 因为它其实是跟人与人之间 比较贴近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空间 在我的设计里面都显得非常重要 在厨房的空间是利用一个折板的元素 让它界定跟客厅的关联 餐桌这个机能其实它不应该就只是餐桌 而是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大面的平台 所以会让餐桌跟中导的尺度会比较大一些 结构上面利用圆形野键来做一些不规则的支撑 希望让它看起来轻巧的感觉 偶尔假日的时候我喜欢自己做一点东西 可以坐在餐桌这边 然后看着窗外的风景 那或者是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这边 那一起聊天然后吃东西 感觉还蛮不错的 因为平处小所以让中导跟餐桌做一个结合 这样的格计会让空间看起来更大 客厅电视墙的部分我们是用铁键来格计 那主要是因为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客厅房间 360度转的共享使用机能 在客厅的部分我们利用它原来的柱子 让它变成一个轻巧感的沙发被架 也因为铁键的设计 所以让后面这样的一个基顶空间 变成一个不预期的树桌使用 另外我们把厕所的部分也拉到外面来 主要是希望说有一个比较好的视野留给厕所 所以我让它是利用一个架构地板 做造一个漂浮的感觉 材质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雪白银壶的磁砖 铁键增加室内有一种精品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泡澡对我来说很重要 当你忙碌一天之后回家最放松的一个时刻 泡澡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户外的天空 那会让你比较有一种疏压的感觉 在隐秘性方面 其实我们也是有用了拉门以及海叶窗 来做弹性的使用 我们也用玻璃来做区隔 内外的视觉其实有一种穿透性 小平处空间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收纳 但因为空间小 所以其实可以做的柜子并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反而需要一个储藏室的空间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家我是利用原来厕所管道间旁边的寄室空间来做设计 那刚好它正面的拉门也是可以跟厕所的拉门共用 也因为这样子也省了一些空间 在有限的十字平空间里 设计师重组空间格局 将客层储位于空间 眷入其中 开阔及穿透视野 让小宅创造出大坪数才有的生活机能 那在森林浴空间 它又如何克服凹凸的格局难题呢 房间的部分因为格局比较机灵 所以我把书房放在最后面 主要是希望说回家工作这件事情可以比较安静的 材质的部分我们运用了比较多木头的元素 它是希望说跟客厅空间也有一些区隔性 包含地面我们用了海岛型木地板 书柜跟床头柜的部分也是用了死木皮 那旁边我们特别设计了一排的矮柜 主要是希望可以多一些收纳 可以有一个眼镜的展示柜 因为空间格局较机灵的关系 所以我们利用了柜子来做一个延伸的设计 可以让柜子来化解空间的机灵感 像入口的结柜一直延伸到室内的衣柜 也因为这样的设计所以多了一些收纳 让空间整个看起来会比较俐落一些 其实做完这案子之后觉得 这个空间其实真的很像我喜欢的设计理念的感觉 平常工作到非常晚的 那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真的让你觉得很放松 那有一种疏压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家不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要让你回家之后就是一个放松 然后有一种归宿感 这就是处于自己的家 其实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就是可以 百分之百做自己想要做的设计 不会因为一些现实因素而删掉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完成这案子我很开心 在高房价社会中 郑明辉设计师发挥十四屏空间的最大价值 All in one 的生活期望 不再受限精灵与宅小问题 小宅放大真的能落实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想看更多郑明辉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